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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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开始了啊 刚才我们说了几句 没啥反应以为没开始 现在开始了 上次给大家讲了一下那个什么 哎呀 这怎么回事 上次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 这个中国和美国的水啊 中国和美国的水系江河 今天给大家讲讲中国和美国的山 我们最近这里提起做的是 关键有点是地理方面的哈 中国的中国和美国的山也是很特别啊 我们就看美国这个图啊 有些我们有些山我们曾经去过 有些山没有去过啊 我们先看一下大体的美国的山比中国的山 简单一点大体上 美国的山就是东部就阿波拉契亚山 阿波拉契亚山呢 东部的海拔低西部的海拔高嘛 美国的你看阿波拉契亚山 这就是跟新英格兰这一片的阿波拉契亚山 从可能从缅英州 什么那个啥 马萨州塞州 纽约就新泽西一路下来啊 到这边 几乎到了这个南卡吧 南卡这一片 这一片就是阿波拉契亚山埋 对吧 这个就是东部主要是阿波拉契亚山埋 西部的话就是中西部啊 中西部是 罗基山脉 罗基山脉 你看西部还有科迪勒拉山西 科迪勒拉山西从阿拉斯加一直延伸到南美洲啊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山的浙州地形啊 你看这个科罗 这叫科迪勒拉 科迪勒拉 是这样最长浙州山西啊 这个是其中有很多主体山脉 什么洛基山脉 安地斯山海岸山脉啊 可能洛基山脉都属于这科迪勒拉山系的这个一个分支啊 是吧 洛基山 什么内华大 安地斯山脉 这个是比较长的 他多长 你看一下 哎 你看他基本上从这儿 从你看 这是美洲的从北部一直延伸到 哎 美洲的南部南美洲这边啊 这个山系比较大 这个就是不仅是美国的 而且是美洲的大的山啊 但是美国整体来说山还是比较简单啊 就是比较大的 毕竟没有像中国的那个 因为中国的海拔有世界物极啊 所以那个亚欧大陆的极压当中有很多的复杂的山系啊 所以美国我们大概记上 比如说东部叫阿波拉契亚山脉 西部就是洛基山脉 洛基山脉 或者你看多几个就是科迪勒拉山系啊 科迪勒拉山系就洛基山脉 科迪勒拉山系的一部分吧 然后我们再看中国啊 从美国看完看中国 中国的山系 中国山也多的 我们找了个比较简单的 一般人可能记不下那么多的山系啊 比较大岛 首先你看喜马拉雅山系啊 中国的山也多啊 你说说五月啊 其实那五月什么泰山 泰山 华山 那些在这些山系当中都 算不上啊 我们就算比较厉害的 这些比较大的这种山脉山系的话 首先第一档子是喜马拉雅山 对吧 喜马拉雅蒙腾 第二档子你看昆仑山脉 喜马拉雅山这就七八千米的啊 昆仑山脉海大就在五千五百米以上 天山山脉啊 天山山脉也是 它不仅在中国新疆境内啊 它而且延伸到了 延伸到了这个啥 中亚啊 中亚 世界上最最大的独立伪向天系 也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啊 天山山脉啊 天山 是吧 我们有的时候是 昆仑山脉天然 有这个五小小说 有天山派昆仑派是吧 这个还有几个山系啊 这是前三大的喜马拉雅 昆仑天山 这山系都比较长 比较绵延时间 绵延的 呃绵延的这个空间比较长 这个 第四段列是横断山系 你看中国的山系 美国的山系 刚才忘了说了 美国山系 你看看啊 啊 就是比较简单 阿巴拉切山 洛奇山 美克拉拉 都是南北走向的 也是南北走向啊 南北走向 中国的山系 你看跟中国江河一样 东西走向过 是不是啊 东西走向的 显马拉雅 昆仑天山 是吧 都有点东西走向啊 秦陵 是吧 是吧 长白 是吧 还有一些什么 啊 什么南陵啊 啥 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 前三的这个 前三名的这个天山 昆仑西马拉雅 都是 都是南北走向 但是这个谁 呃 东西走向 都是东西走向 横断山脉啊 是南山脉 横断山脉 这个是东西 南北走向啊 南北走向 这个就是 这个蓝沧江 也是南北走向啊 就是云南这边 跟中国其他地方 这个地方 山和水都不一样 其他的山和水是 东西走向 这个地方 南北走向 第四里 横断山脉啊 横断云贵高原 这边也很高 然后八岩喀拉山 八岩喀拉山在 八岩喀拉山 就是青海天山 啊 这属于青藏高原的 这个东中部吧 西连山脉 属于青藏高原的 东北部啊 八岩喀拉山 要记住 为啥 因为它是 黄河和长江的 共同发源地 你看 这长江的 在延伸在这 黄河在这个地方 都是八岩喀拉山脉 发源出来了 啊 这个 这个七连山脉呢 这主要是 冰川之母啊 这个地方有很多 冰川给很多的 这个沙漠 什么宇宙带来的 很多的水分啊 这个 七连山脉 是七连山脉的 七连山脉主要是 冰川啊 主要是冰川 然后第七列是 琴岭啊 第七 还是第七列琴岭 琴岭 大家看一下 琴岭 淮河 中国地理分界线呀 啊 琴岭 看琴岭在哪 哎 就中国这个 以琴岭 西为琴岭 东为淮河 把中国分为 南中国和北中国啊 那个琴岭 淮河就是非常明显的 这地理和气候 动植物啊 各方面的分界线 这个琴岭北部的话 那就是 你对不对 琴岭北部 你就属于算是 华北地区吧 啊 琴岭北部 你像这个东部 就华北 琴岭的 北部 东 靠东是华北 你说靠西部的话 这边就属于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啊 就属于西北黄土高原 琴岭的这个 北 琴岭淮河啊 淮河 说是淮河北部 淮河北部 属于华 北华东地区 琴岭淮河以南 这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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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江淮一带 到江南 啊 就是江南 你北部的话 这个 你说华北 这一片子 它还有西北 地区的东部啊 这一片子 基本上都属于 什么 温带大陆性气候啊 大陆性气候 越往里头 大陆性很明显 可能东部的话 温带积分近气候 比较明显一些 但是你 秦岭淮河以南 东西围秦岭 淮河以南 是啥气候 啊 亚热带气候 亚热带气候啊 我们亚热带气候 你要到这个 哪里 你说江苏 苏南一带 或者到这个 陕西的最南部的 什么安康 汉中啊 甘肃的龙南 你感觉那地方的植被 跟南方的相似了 是吧 跟南方 这个就在秦岭之下 这就属于是 温带和亚热带的 过渡带啊 秦岭啊 秦岭这也是 我们国家排得上的好 还有一个太行山脉 太行山脉 你看一下 太行山脉 基本上就在山西省为主啊 山西省和河北 有一点 太行山脉 就是它这个是 划分华北平原 和西北 黄土高原的一个 分界线啊 这个太行山脉 你看 你看这个太行山脉 也是个南北 太行山脉 也是南北 从横断山脉 一样啊 太行山脉 也是少见南北走向 它这个是 东部是啥 华北平原 西部是这个啥 西部是 西部是黄土高原 还有长白山脉 还有长白山脉 还有就是 我们东南第一山的 东南第一山是哪里 台湾山脉 台湾我去过 哎呀台湾的山很高 台湾可能八成以上 都是山地啊 它虽然台湾山脉 虽然不大 长度很小 但是它的最高的 玉山海大 三千九百九十七米 是吧 第十列是长白山脉 长白山脉 基本上就在吉林省 长白省 吉林省长白山脉 在长白那一带 我们也曾经也去过 但是整体中国的 东部的山啊 整体的你看东部长白 台湾啊 台湾这些 那比起西部山没办法 是吧 西部的山 像喜马拉雅 昆仑山 天山 对不对 我们中国最西部 还有是什么 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啊 那些山 假西兰 那随便秒杀 东部的山 还有什么 念青唐古拉山 还有是 钢底斯山 都很多是吧 那些山都很高 还有些 我们还有些山 今天都没有说 中国的山很多 比较高的山林 其实东北的北部 还有个沙山来 这北部这边是大小新安岭啊 大小新安岭啊 新疆的北部 是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 是非常有名的 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也是进去走向 是吧 阿尔泰山 这上阿尔泰山 这个是不仅是中国的啊 在中国近代 延伸到中亚一些地区啊 而且是亚洲的 阿尔泰民族的发源地啊 鲁木民族的发源地 阿尔泰山 大新安岭一带 是吧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山 比美国的山要复杂很多啊 美国的山简单一些 中国的山也比美国高很多 但是共同点是都位于 西部西高东低 是吧 有这么个特点啊 好 我们今天也就中国和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山啊 我们进行个比较 先讲到这里啊 我们现在订阅数量还不足啊 还不足啊 你看我们等于是事倍功半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大家有什么喜欢内容 欢迎跟我交流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个交流的平台办的越来越好啊 好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 拜拜 拜拜